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静您的心 使您体验到天父的爱 那时候 耶稣上了橄榄山 清晨他又来到圣殿 众百姓都到他跟前来 他便坐下教训他们 那时 金师和法利塞人带来一个犯奸淫时被捉住的妇人 叫她站在中间 便向耶稣说 师父 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时被捉住的 在法律上 眉色令我们该用石头砸死这样的妇人 可是 你说什么呢 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 好能控告他 耶稣却弯下身去 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因为他们不断地追问 他便直起身来向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没有嘴 先向他投尸吧 他又弯下身去 在地上写字 他们一听这话 就从年老的开始 到年幼的 一个一个的都溜走了 只留下耶稣一人和站在那里的妇人 耶稣虽直起身来向他说 妇人 他们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 主 主 没有人 耶稣向他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基督的福音 法律不是害人的武器 福音中的金师和法利塞人 想要用砸死妇人的事情来陷害耶稣 因为砸死犯奸淫的妇人是梅色法律的规定 所有犹太人都必须遵守 耶稣也应当遵守 可是 他们知道 耶稣是弱小者的救星 罪人的朋友 耶稣常与他们在一起 在耶稣的眼中 这些人常常使耶稣大发怜悯的心 耶稣爱他们 对他们有信心 所以 金师和法利塞人 利用耶稣爱罪人的态度 来挑战美色法律 希望用美色法律来控告耶稣 好能给他定罪 由此可知 耶稣曾毫不客气地训斥 金师和法利塞人是正确的 因为他们利用法律给人定罪 法律成为他们害人的武器 法律的作用应该是帮助人 善待自己和他人 当耶稣说了 你们中间谁没有罪 先向他投石吧 这一句话 瞬间把法律的矛头 指向金师和法利塞人 让他们的眼睛 让他们的眼睛里 不只是看到 奸添添罪 而是罪 在罪面前 扪心自问 哪个人会挺着胸 抬着头呢 若众人都曾犯过罪 为何可以善待自己 而不能善待他人呢 耶稣说了 耶稣的这句话 让所有拿石头的人 都想到了 都想到了罪与自己的关系 我们不知道 耶稣在地上 划了什么字 是不同的罪名吗 我们不得而知 可见 罪不是我们给别人定罪的根据 因为我们没有权柄定罪 反而是认识他人 认识自我的一部分 好能让我们善待他人 善待自我 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犯了罪 不是去给他定罪 在心中审判他 而应当想方设法 帮助他 劝诫他 使他离开罪 常常被罪束缚者 一定不是善待自己 而是将自己 推向深渊的边缘 耶稣 耶稣向那位妇人说 妇人 他们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这句问话 不是耶稣 不是耶稣需要问妇人 而是妇人需要告诉自己 没有人 没有人定自己的罪 自己是自由的 从今以后 可以选择好好善待自己 所以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罪是自己选择的后果 若好好爱自己 善待他人 罪就会离自己 越来越远 金师和法利三人 只知道用法律 善待自己 却不能善待他人 故此 他们也犯错了 愿天主祝福你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